在这十步以内 你的性命就掌握在我的手里 这是什么人 我的门客 毛 毛随 你知道毛随自建的由来吗 公元前259年 秦军围困赵国都城邯郸 平原军赵盛奉命前往楚国求援 他本打算在门下十刻中选取二十人一同前往 可不料选来选去 却仅仅凑够了十九个人 谁知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台下有一人自告奋勇 表示怨随他一同前往 你是谁 毛随 此时的毛随寂寂无名 根本不被平原军放在眼里 起料众人刚要出发 毛随竟直接将他们拦住 恳请平原军务必带他同去 你来我这几年了 三年 平原军文言轻蔑一笑 此人虽然勇气可嘉 但真正有才干的人就如同一把尖锥 纵使藏鱼带中也终会显露出来 可这毛随败在他门下 已经三年有余 却还是一直声名不鲜 估计就是个普通的庸才 谁知毛随却反驳道 或许是被他的勇气所折服 平原军答应了毛随的请求 可其余门客却只当他是多余 谁知当众人到达楚国后 本以为进展顺利的会谈 却陷入了僵局 一众门客轮番上场都是无功而返 搞得众人无不是愁眉苦脸垂头丧气 唯独毛随却泰然自若稳如泰山 眼看已经日上三感 又一位门客鲨鱼而归 众人见状也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如今赵国已经危在旦夕 如若楚国再不出兵 恐怕真的会凶多吉少 就在这时一旁的毛随终于起身 准备前往大厅劝说楚王 可这些门客却根本看不起毛随 甚至纷纷出言让他不要钱去添乱 那只毛随却根本不惯脾气 当即抽出长剑便冲了出去 他一路大不留心来到军帐之中 质问楚王为何迟迟不发兵增援 谁知楚王却并未动怒 反而是询问他有何高见 毛随慷慨激昂道 想当年楚国方圆千里雄狮百万 却被摆起一介无名小辈 仅仅率领几万勤兵 便将楚国都城攻下 不仅将大王逼得只能迁都 还将皇陵烧毁凌辱大王的先人 而这也必将会成为楚国最大的耻辱 毛随的这番言论 正好戳到了楚王的痛楚 毛随见状赶紧趁热打铁 修惠难当的楚王当即便将两国联合之势 给答应下来 随后几人便煞血为盟 而毛随也因此深受平原君的重视 这个故事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就算你有再多的才华 也需要有一个能施展才能的机会 只有自己主动出击创造机遇 才不会在碌碌无为中蹉跎岁月